我们接下来先做资料的下载 例如说 只要做大数据分析 都会想要下载这个 Iris Data Set 就看到这个 UCI Machine Money 它的一个资料库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Data Folder 就是它的资料的来源 你看一下 这里面的资料总共有150笔 它已经针对里面的一个性质 它分了四个特性 就是那个花瓣的长度 然后跟宽度 还有就是花二 花二是指 反正是中间 中间 它应该是花瓣外面 那个部分 好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你再去Google一下 花二是什么 然后花二的宽度跟高度 来决定这个 紫鸳花的一个品种 这里面就是它的相关 你看它 它也帮我们分类好了 这个分类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先把资料下载下载下来 所以点到这个Data Folder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档案 这是文件档 所以你要用滑鼠右键 另存连接 我已经放在网路上 就是请你输入192.168.2.126 冒号5000 然后这边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文字档 记得用滑鼠右键哦 下载连接 因为它是文字档 不要指点它 请你下载到自己的反极端 或随身叠里面